第五世界金马奖公布了提名名单 梁家辉凭借在韩战当中的精彩表现 入围了最佳男主角 而同为韩战男主角的郭富城却未能入选 在电影当中 郭富城是战胜了梁家辉 然而在西外却不敌对手 郭富城作何感想呢 今年是金马的50年 然后你看过去50年 没有那么多人能够可以去蝉脸两次的金马 我是其中一个 所以在这十年里面都没有人出现过 的确如郭富城所说 金马奖历史上能蝉脸最佳男主角的 只有郭富城和成龙两人 凭借2005年三岔口和2006年父子 两多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郭富城 自然对自己的演技没有丝毫怀疑 虽然今年未能凭借韩战提名 但早就经历巅峰的郭富城 反倒能以十分平和的心态对待 所以这一次确认是没有得到 任何的提名 但是我也非常尊重所有的提名 但是在另外一边上 我也非常要希望在 今年的50金马 能够可以圆满的成功